我們今天要騎的貓空有三條路線 好我們今天要來騎乘的也就是木柵 木柵這邊就是有貓空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我覺得也算是車友 應該算非常熟悉 雖然在距離上面可能 相對於陽明山系比較少人騎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邊的路線非常適合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要騎的貓空有三條路線 等一下我們第一條也就是我身後這邊 從正大後門 然後我們準備出發往明德宮前進 這條算是老泉線 全長大概是5點多公里 爬升大概是200多公尺 應該是280左右 所以等一下這條路線 我騎過覺得算是 難度稍微有一點點挑戰 但應該還OK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貓空的第一批路線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前面這邊也就是魂元宮 那這邊就是老泉線的計時點起點 OK 出發 但是路線從橫光橋開始 一路要往明德宮前進 那通常我看厲害的車友 在這一段5公里爬升大概280左右的路線 快的好像騎13、14分就可以騎完了 超快 開始挑戰 剛第一段坡大概就有10%左右的小挑戰 但是沒有很長 所以一下就過了 這也是這個路段的第二個難度地方 這也是這個路段的第二個難度地方 插路上來是比較陡的 會到真北宮 坡度有大概10%左右 好 OK 我們已經完成第一條明德貢的路線 這一條全長大概是5.8公里 然後爬升大概是260到280公尺 我剛剛的完成時間是14分54秒 哇 真的是有點挑戰 這個坡上上下下的起伏真的有點難度 可是其實山上的氣溫啊 相對於山下來講有稍微涼爽一點 那完成第一條路線之後 等一下還有就是張湖還有草南 那我們等一下就往第二條路線前進 OK 我們就直接往貓空出發 那現在騎的這邊呢 就是我們從剛剛的明德宮 往貓欄方向前進 這一條就是我們很久以前有來跑過 在貓空跑國手之島 就是這一條路 這條路就相對比較平緩一點 它的坡度起伏沒有這麼明顯 就是所以跑者才會很喜歡來這邊 做一個就是小小的秋林路線 然後在天氣會比較涼爽的情況 在這邊做訓練這樣 我們完成第一次的毛孔 接下來第二趟 我們準備往就是張湖線下滑 OK 往這邊前進出發 我們來看我們 say 太帆了 我們來看習慣秀 吃虎 吃虎 我叫你吃虎 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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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到第二條路線 我們剛剛一路下滑 現在來到了政大門口 那第二條要介紹的就是張湖線 那張湖線是從政大門口出發 沿著指南路三段一路往前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下滑那一段 那目標呢一樣到貓欄 這一段全長大概5公里 那爬升大概270多公尺 所以準備出發吧 第二條路線貓空2P Go Go 過了政大實驗國小 這邊記得要左轉 就開始微微的上坡路線 騎到這個岔路口的地方 記得要靠右邊 這一整路依照剛剛下滑的經驗 還有現在車表告訴我的地圖資訊 大概比較辛苦的地方會在後段 就是過了這個岔路口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3到4%的緩坡 或者是平路 其實是很好的休息時間 那在接下來的1公里 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經過了實驗小學後 這一段開始就會比較陡坡 平均坡度應該會比較有感的來到6到8%的以上的間歇 所以這段就要開始好好地配穩自己的瓦數 然後勤快地去變換你的檔位 大約還有3K 卡車200公尺 趕快站起來轉換一下 抽車換雞群 張虎線最陡的一段 就是這邊啦 最後一小段了 快要到終點了 張虎線的好處就是 雖然前面有點陡 可是 在後面這一段會有2到3段的小下坡 這樣你可以稍微回血一下 大概剩兩個髮夾彎就要到貓空了 最後一段 你自己有試上阿 那個超大 都要不要看 我可以到我 最後一段好 我看妳不隔壁 不隔壁 我看妳不隔壁 那他在通道 你讓我看吧 這邊會比較多聚在一起上坡一起下坡 跟剛剛的第一條老泉線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累積騎了兩條了 那我覺得相比起來老泉線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它是持續上下坡比較少 但是張湖線的話 這條路線來說是有上然後下坡一點點 有上下坡一點點 所以相對來講它有一點回席的時間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兩趟 等一下最後一趟我們要繼續下滑 然後再到草南線出發 OK 出發 走 OK 我們來到了回到政大門口 我從來沒有就是同一個路段 騎了兩三次一樣的路線 我們下坡第二趟就回到政大 像第三條路線也就是草南線 算是木柵山上當中最後一段也是難度比較高的路線 因為它總長7K 然後爬升大概是300多公尺 那我們就出發吧 前面這段跟上一趟就是在 上一趟叫什麼 張湖線路線是差不多的 那就只有到插路的地方 沒有 我們要往左走 我們要其他地方 OK 出發 走 GO 但是從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這條貿控的路線我覺得是蠻適合練車的啊 就如果你真的很累你可以只騎一趟 就是可能明德宮 那如果你真的還OK可以騎兩趟 甚至像我今天騎到三趟 總長如果包含下滑的距離大概是35公里 那爬升的話大概接近900公里 那這條路線其實一路啊 我覺得都是有遮硬的 所以騎乘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 而且可能是因為平日的關係 所以今天車我覺得不算很多 所以在爬坡的時候其實不太會受到其他車子的影響 但價值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蠻多遊客還有公車 所以大家就是還是要注意安全 尤其在下滑的時候 在貓空路段很多那種急彎是比較 我覺得危險一點 所以稍微下滑的時候還是放慢速度 OK那就是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貓空三趴 也就是山上貓空的路線 我們等下即將下滑 然後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 然後我們就下載wat跟時T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